据环球网10月11日报道 一架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-2战斗机起飞不久后 座舱罩被封刮掉 座舱盖掉落后又砸中了战斗机的垂直尾翼 造成长约1.5厘米 宽约3厘米的受损 除了座舱盖以外 机身上一具紧急登机梯同时脱落 日本防卫省目前正在确认是否还有其他零部件掉落 并对掉落的零部件进行搜寻 从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公告看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-2A多用途战斗机 主要用于飞幅东海执行任务 长期以来日本航空自卫队动用战斗机在东海展开巡逻行动 期间会对解放军例行的战斗巡航进行干扰 F-2多用途战斗机是日本三菱重工自行研制的型号 实际上在开发过程中得到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协助 日本三菱重工的F-2A-B多用途战斗机也被戏称为F-16WG 因为在外形上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-16CD战斗机非常相似 日本在开发过程中使用了更多的复合材料 同时采用了不同的座舱盖设计 并且配备了无原相控制雷达 战斗机座舱盖在飞行图中脱落是相当罕见的现象 可能与F-2战机的座舱盖设计有关 日本航空自卫队历史上有过多次离奇的事故 其中就包括F-15G-DJ战斗机发射短程空空格斗弹 击落陪同训练的F-15G-DJ战斗机的战绩